謝謝志高 接下來還要帶您關心的 就是國軍桃園總醫院的感染案了 新竹縣在昨天新增了四例確診 其中有三個人都跟這個群聚案有關 而這個八零四醫院 在昨天其實才剛剛解封的 不過桃園也新增了十名確診個案 其中有六個人 同樣是跟國軍桃園總醫院有關 總計的相關確診人數是高達三十人 因此桃園市府決定再度執行 八零四的清零計畫 從今天開始到七月九號 門診 急診 住院還有疫苗接種 全部暫停服務 國軍桃園總醫院急診和門診二十五號 重新開放 桃園市長鄭文燦 親自走一趟確認狀況 但醫院解封第一天桃園又新增十人確診 其中六例就和國軍桃園總醫院有關 包括四名病患 一名看護 以及一名陪病家屬 因此決定再次對國軍桃園總醫院 執行清零計畫 全面降載 二十六號起到七月九號 不管是門診急診住院還是疫苗接種 全都暫停服務十四天 國軍桃園總醫院群聚 相關確診人數已經三十人 也讓有地緣關係的新竹線 增加三人確診 案一四五三四與一四五三五 是對父子與指標 個案一三九一零是親戚 因為曾經有過接觸而染疫 媽媽也早在二十號被確診 另外醫院裡有位長期住院的八十歲 老翁也被波及 此外一直被緊盯疫情發展的B機構 也在新增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婦人 她是第四次採檢 才被確診 相關高風險的公共場域 包括竹東正的超商 賣場 以及商店都進行消毒 有和相關足跡重疊的 也要再留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華視新聞局 剛才一位 無全員莊名縣 蒲興宇 桃園新竹綜合報導